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常听到警方呼吁,大家耳熟能长的一句 就是包括切物借出户口,小心誤堕发忙 近年金管局亦时常告诫市民,银行户口不借人 或者很多人都还未知,这个看上来好像很小事的举动 却分分钟可能会违法 不止今天想和大家探讨的就是612人道支援基金 这个并没有注册为社团组织的所谓基金 原来一直透过珍普选联盟的银行户口 收取众筹得来的捐款 这种我的众筹,你的户口的模式,难道没有法律问题? 众所周知,这个运作做了近两年,高调撑步的612基金 平日都是由吴海怡,陈日军,何秀兰等几个反对派人物 充当所谓基金信退人,出面打理 而据媒体披露,由2019年6月至今年3月31日 这个基金的收入高达2.1亿元 但值得留意的是,基金一来没有注册 而来几个信托人,并非法人 因此不能够向银行开户 于是透过珍普联户口和教协办公地址收取捐款 那问题来了,作为基金却并没有注册 自己没有户口就借用他人的,真的可以吗? 不只想说,他收钱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首先就是一大文豪 再者,亿亿声的众筹款项,用别人的户口过数 那当中的借与售,有没有违反了银行协议呢? 万一钱钱出现了问题,或者涉及法律责任 几个所谓信托人,会不会一句,户口都不是我的 就可以轻易脱身呢? 更重要的是,基金如果这样运作模式 除了可能有某些条例协议之外 又会不会牵涉及一些和洗黑钱相关的条例呢? 不只见有法律意见就认为,612基金并非税务条例下 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 它的收入亦非公共性质的款项 由此,是否有人蓄意逃税,已经有必要追查 至于有没有其他问题,或者现在未必有足够的资料去作判断 但就令不者想起已经解散的香港众志 早在2016年,就曾经借用黄之锋的个人户口收取众筹款项 而众志解散之后,被指缘有超过2100万的存款 竟然不知所终,甚至外界质疑 款项已经成为了政客的走路资金 既然有前居之鑑,不者认为 如今看待612基金,大家是否有必要追问? 无论问人借户口,或者借户口给人,是否都有问题? 尤其当中存在一些来历去向不明的款项 是否会涉及更大的问题? 不者认为,银行方面以至警方都不能调以轻心 该查的,就一定要查清楚